比方说我们大家都是在谈爱的 其他宗教都有存在的价值 我们都在提供这个爱的资讯 然后我们都在增进幸福跟快乐 这样子宗教间的相处才会有和谐 如此一来的话 人为的破坏因素就会减少 这是针对您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 先立即还是先立他这件事情 实际上就如同刚刚跟大家所报告的 我们以公司跟企业跟企业之间来说 也不必然是要先以立他为前提的 也就是说像刚刚讲到 你可以是双赢的 也就是说利益可以是与路均沾的 不是说自己非得抢先 在以立他为主的这个想法当中 主要是一种基于平等的心态 不要想着自己要先抢而先机 自己要先赢 我要战胜对手 这种想法是比较可取的 而是如果我们今天是在 生意场上面的往来 我们双方都能够获益 这样的话是最好的 主要的问题在于 我们的自我中心会让彼此产生强烈的提防心 在这样的提防心之下 我们进而就会有去害对方的想法 所以公司跟公司 国家跟国之家中间 就会产生冲突就会有纠纷 很多的冲突纠纷就来自于这样子 罔顾因果 罔顾他人 刚刚所要谈的主要是这一点道理 所以就像是国家 为什么国家跟国家之间会产生冲突 为什么有些国家是以守卫自己人民为由 然后对其他国家新兵呢 主要还是因为他们希望 他们希望能够守护好自己的国内的这些人 那当然你不可能期待所有人都是菩萨 所以不可能每个人都有安忍心 每个人都有慈悲心 所以他们要保护自己的国家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事情 只是说当我们谈到国跟国之间的关系的时候 即使不能够做到以他人优先 至少能够做到减少自立 然后能够做到尽量的是平等对待 不要去害其他人 减少以自己为主 自尊自大的想法 这个是我所要推广的这个利他思想 会长 还需不需要再续谈 谢谢会长 那六个提问 是追求卓越成就的企图心 与不真的云淡风轻的这样的心情 要如何调适与平衡 出于因现在的论人 中心去咖啡 在原生的肥者 也都会有技术 大丑 因此 中國人民釘以來 從事毫bla canon 香港人都說 他們沒有任務 他們沒有任務 家 owned事 也是 他們有го 中國人民釘 中國大家 因為這 combos又都是 Where to reach,還是這叫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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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 及此产人流余 2 集内设备 这个将来是感写的 这儿才能达到 这儿就能达到 这儿在这儿 这儿在这个产生里 这儿就有很多现在 这儿是怎么吃到 这儿有些载和 Vors Norm 这个开业的地方 就能达到 这才不得到人往起步有吗 这才能够雷撒起来 这雷的口罗的口罗 采用出口罗得到他们这顿罗有的 这才能够雷撒起来 这雷的东西都当起有的 下国人所有人都陪伴起步有的 这些人都陪伴起步有的 这些人都陪伴起步有的 那么关于追求卓越 或者是进取心 其实这个跟宗教并不矛盾 也就是说在佛教里面也会说到竞争心这个问题 那么竞争也可以分为良性竞争跟恶性竞争 佛教所反对的主要是恶性竞争 良性竞争不仅是不反对 而且它其实还符合佛教 良性竞争就是看到别人发展的好 我也想要跟他一样发展好 但是同时我也不希望他因此就不好 我们希望能够在同时并进的情况之下 大家都得到发展 这个是属于良性的竞争性或者是进取心 这样的进取心就跟佛教其实是不相伪的 怕的是那个恶性竞争 认为在进取当在发展过程当中 一定要有输赢 一定要有高下 一定要是我获胜 别人必须要落败 这样的想法就是恶性竞争 就是佛教所比较不喜欢谈的 那讲到良性竞争的时候 它也分为了私人的层面跟国家的层面 当然国家或者更广大公众的层面来说 我们可能就不见得能够享有完善的 各方面都是非常好的外在团队 像说有些社会它确实就缺乏自由 它可能天灾 地震 风灾很多 这些东西都很多 但是人们还是想要能够 再从私人的角度来说 虽然面对外在的环境的不利 它还是想要有进取心 这个都是无妨的 它应该要从私人的角度来看待 外在环境的对自己的不友善 或者外在环境的不利 反倒是我更加能够去接受苦乐 都源自于自己的因果 这个道理的一种有利的因素 这样子从私人的角度去看待 外在的发展的话 也是对自身是有帮助的 这是一点补充的 副会长 这样有没有什么需要续谈的 可以吗 需要再续谈这个议题吗 好 那我提一个议题 因为想这个议题 应该大家很关心的 用这把面积了 就是 如何面对病苦 クリスティーヌ 鹊虎眉目鞋要硬 鹊虎到了辽子 中火人 包括上班 都百圓 萬分百元 过sis 是 五号 最多是建造文件 standards prepar上的 結果再naj住一位 又增岸去作的 三粥呢 好好自然填 ab我 之前这个 为细化的 即自由 就不用满屁股名字,千七八支 第四千的地位,并非跟弱氏名字 都不足靠地位, 了解 到水中而出, 了解 到水中而出, 也在水中可 在水中而出, 整产以金为平 是他们一只穿三十, 三十 是得谦 也不准有的人, 有准备 待會把它召開 由母來取決 從對不起、往哪兒間走開 由母來潛立 由母來幹 由母來潛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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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母來潛諾 由母來潛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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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台湾上的那个他们喝了 拿上的家伙去说 这个上的那是一位 haben我们的家伙的家伙 在这样的家伙 家伙是家伙的家伙 那是用家伙的家伙伴的家伙 和家伙的家伙在家伙的家伙 我们选择这个家伙的家伙 我们来一个家伙的家伙 这一个家伙的家伙的家伙 他说 没有状态 这个人他说 这里不是很少人 他说 这里不必是很少人 他说 这些人他没有状态 他说 行情人 都拿着这人 他说 这世上很適合 面对疾病的时候 我们先想一下 疾病怎么来的 其实跟过去的疾病是息息相关的 按照藏医的道理 烦恼跟我们的贪欲、嗔恨、愚痴都是有关的 我们的贪心会导致自己的呼吸道的疾病 然后我们的嗔心会导致体内的燥热 身体的寒冷或者是燥热跟嗔心是相关的 再来是我们的内的蜜还有我们的体内的这些 肝胆的作用是跟愚痴是有关系的 所以按照藏义的观点的话烦恼跟疾病是有直接的关联 所以它是疾病的起因 但是我们在得病了以后应该要想的是 如果我今天一直把专注力放在疾病上面的话 那只会让疾病更加严重 如果这个疾病能够康复的话 但这个康复只是早晚的问题 如果不能康复的话 我用一个健康的心态去面对它的话 反倒能够强化能够修炼我的心 所以疾病不是患者 它如果能够康复的话 那个也是我自己的业 不能够康复的话 它能够训练我的心 我们在佛教里面称人的生命 可以去做内心修持的生命状态 叫做狭慢 就是有闲暇而圆满的人的生命 这是佛教的术语 它的意思就是说 它的优点之一就在于 能够以小的成本来换大的利益 这个小成本换大的利益 就好像说你今天投资的本金是很少的 最后能够换的很大的利益 或者是今天其实小小的换黄金 它也有非常高的价值 因为它本身是黄金的缘故 所谓的具足闲暇能够修持 以及圆满条件的人的生命 它的重要是在于 如果今天生病 它也有很多的好处 就像是你今天得病了以后 你需要接受手术的痛苦 这个痛苦是必经之恶 你经过这个手术以后会换来 可能是康复 可能是转好的契机 所以它是必要必经之恶 那这个中间以这个小小的代价 能够换来后来的好处 这个就是人的生命当中疾病的价值 所以在得病以后 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启发 比方认识烦恼 比方减轻烦恼 比方净化烦恼 小的烦恼都源自于痛苦 这个就是疾病的好处 而且重要的 你越是不去管自己 罹患疾病这件事情 越能够晓得这个疾病跟烦恼是息息相关的 我越能够解决烦恼 那这个疾病才会离自己越远 如果你越是强化自己得病的事实 一直想我生病了 那么疾病真正会被你强化的 来自于有些人他本来是健康的 但是医生误诊 跟他说他得了什么严重的疾病 他因为一直向内去想自己心里 心里越不断地在提醒自己 我是一个病人我生病了 所以他本来没病的人可能都因为这样子的自我暗示而导致疾病了 如果你能够接受作为一个人 我是一个血肉之躯 生老病时生命的无常 这个是无法改变的 是正常的 你能够去面对这个无法改变的自然规律的话 你的心就会更加的扩大 而且透过这样的扩大 你能够拥抱我的疾病是过去的业的结果 那你就能够透过这样子的思考来解决业 那如果你今天是一个佛教徒的话 你可以用观想 可以用去想着佛菩萨来转变你的心 让你的心向外 比方说我常常建议弟子们呢 当你心里面郁闷的时候 不开心的时候 你就像想着外面有一尊至尊度母 你可以想着它让你心是往外的 不要一直往内一直想着自己的疾病 有疾病 这样子的话就不会让自己的心 一直困在疾病当中 把北冬王、南瓜、中西山津运动的人 在基础的周初训 filosof国有迹逆 再拒练死亡的 可以在医院的世界上 去世纪留所的时候 去世纪留过国,无论的 那裡的動作 他們會想再講 三天以為是 三天以為是 然後在南東上 三天與四天之下 在石頭上都有的 游泳上有的 三天 陸動作 我在下 叉賣 負責 ceput Satan Barr Family Angelus Royal anxiety 男朋友到底會沒辦法 餓 page 19 develop a clinical process 所有公司這個國家 這個國家在這裏大的 backyard 它во至於ua在精過鐵 細菓子都像是打的在中國 再來就是如果妳今天罹患了疾病 这个是生命攸关的疾病 这时候你更需要想一件事情 就是死亡 你一定要能够接受死亡 你不要一直去想到底会死还不会死 正是因为你得了生死攸关的疾病 你才要确定死亡 要把死亡当成是延伸必须面对的个体 而且你应该想的是 我既然一定要死的话 死是什么呢 死是身体的幻灭 而不是心的幻灭 心不会幻灭 它会一直延续下去 身体会转变 你会有另外一位